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来看一看台湾精锐 哇 是这个礼拜非常非常强的强势股 台湾精锐 建春 军豪 永光 天虹 景明 自身科 华锦店 那这个就是这个礼拜表现比较好的这些个股 但是其他仍然还有秀出来的 还没有秀出来仍然蛮多的 那所以还没有订阅我们的LINE AT的这个各位同学 请赶快订阅 那我们这边有基本面资讯 也有筹码的资讯 小老鼠451VQTAY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YT频道 请赶快订阅 那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并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 那我们这个这次呢 在这个波段建春 19天获利19.6元 8月9号53.1 然后8月28号除掉 获利19.6元 那另外有一些这个会员呢 他们是短波段的 三天获利9%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讲话 单股短波实战班 有些同学呢 有些观众认为说 这个如果说这个股票报上报下 可能有时候 像最近呢 最近盘是不稳的话 就会被大盘逮到 被大盘套牢 这个就好像猎人 猎人在猎小鸟的时候呢 这个麻雀跟鸽子 这两种小鸟来比较的话呢 那个猎人比较容易猎住这个鸽子 因为鸽子可能他很 他在吃的时候很专心 大口大口的吃 然后就被逮走 但是麻雀的话呢 他进进出出很快 很快 虽然他进出十几二十次的分量呢 可能只有鸽子的一口 但是呢 他不容易被猎人逮到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单股短波操作的 这个实战班呢 是技术性操作 锁定有体材的短线标股 低进高出 这样子呢 就不容易被大盘逮住 那就是不容易套牢 那不管盘是怎么上下 上冲下洗 那我们操作就是负担很小 好 那那个单股短波实战班 我们最近操作的绩效 比如说建春三天获利9% 福育四天获利10% 雷科六天获利11% 这些都是短线进出的 那我们就是要用最少的时间 创造最高的胜率 如果你对这个短波操作有兴趣 你不想要操作太久 然后套牢在那边的话呢 你可以来参加这个单股短波实战班 那你可以拨这支电话 这支电话 0277259668 来参加我们的单股短波实战班 好 然后呢 有一些同学 有一些同学他可能觉得说 这个他想要自己学 他想要自己学的一身的功夫 譬如说我们到西班牙看这个动牛的时候 西班牙动牛士手上都拿着这个长剑 那通常动牛士没有拿着这个长剑的话 他们是不敢进到这个动牛场的 因为这个很危险 他不晓得怎么样应付这个动牛 一样的 那如果说你没有学的这个一身的功夫呢 一朝半世你都没有学到的话呢 你怎么样进到这个股市的这个蛮荒的丛林 你进到这个股市丛林的话呢 很容易就被这个逮住 就遍体临伤 所以你可以学得一身功夫 我们这个技术分析实战教学班呢 就是要带你一步一步认识趋势 进出场点都抓出 抓出来 然后迈向这个获利的这个道路 所以以后呢 你参加这个三堂的这个技术分析实战班以后呢 你就可以自己来选股 自己来决定进出的这个点位 那一步一步 当然不是说三堂上完了 你马上就变成了这个高手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只要持续不断的练习 以我们这个三堂课的基础 为基础的话呢 不断练习一定可以成功 一定可以华力转身 不管你之前操作怎么样 一定可以华力转身 好 所以一样的 那要报名的话 0277259668 来跟报名参加这个技术分析实战教学班 好 那今天的这个大盘 昨天因为这个辉达公布财报以后呢 盘后重挫 所以呢 大家心里都觉得怕怕的 会不不晓得会不会影响到 那个非诚办导体的指数 还有纳斯达克的指数 索性呢 就辉达的影响不是很大 因为辉达它本身虽然是大跌了这个6%多 但是呢 这个大型的科技股 人工智慧股呢 没有受这个辉达的大跌的影响 所以费城半导体 这个跌了0.6% 那纳斯达克跌了更少 这个是 这个辉达公布财报以后的 这个情形 事实上 辉达他本身公布的财报 是很漂亮的 那就是因为指引 他的指引呢 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展望 这个财测 没有第三级财测 没有分析师预估的那个高标准 那个高标 所以变成大家都有一点点 因为之前就太好了嘛 每次每季的这个这个财测呢 都表现就就预估出来非常非常好 那这一次呢 呃就是财测有成长 但是没有成长那么多 结果就变成变成大家都杀出来 好 那这是今天啊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个大盘呢 今天就呃开盘 一开盘是跌 然后就持续在这个均价线这边游走 均价线游走 到最后呢 仍然没有办法过这个22330这个压力线 最后收盘跌了 涨了66点 呃涨了 呃抱歉 这个刚刚看错 是一拍一开盘是小涨了 涨然后回档啊 回档 然后在均价线之之之之之游走啊 后来这个涨66点啊 那这个上涨加速是1000加 下跌是600多加啊 好那上市类股行情呢 今天表现比较好的呢 仍然是这个呃这个 细光石概念股表现不错啊 那这个机械人概念股 还是有三档涨型板啊 非常非常强啊 好那银剑股呃是表现的比较整齐了 那这个呃呃 因为就整理一下以后呢 这个反弹蛮多的 这个呃大涨的这个营建股蛮多的 好 非诚半导体指数 昨天是小跌 没有受到回答财报 不好 然后回答大跌的影响 小跌了 这个0.6% 所以现在还在这个 季线跟这个月线之间整理 整理完了以后呢 应该就可以走出这个比较好的 因为这个月线呢 目前越来越扣低这个低指数 所以跟台湾一样 这个月线也会往上扬 所以就有可能 未来形成黄金交叉以后 就持续往上涨 好回答 呃 它的股价呢 这边盘整了这个 呃 八天左右 结果一个跳空下跌 所以 变成说 它的股价呢 呃 跳空下跌来到了这个 呃 M头的这个颈线这个地方 所以表示 这个股价呢 仍需要整理哦 所以 回答 可能需要再整理一段时间 好 那三大法人 呃 外资今天买超了 呃 外资今天卖超了47亿 投信 买超了38亿 晋商买超12亿 但是他们的这个 呃 期货的这个空单 哇 今天又呃 加大力道 呃 呃 在几乎又增加了2000多口的这个空单 所以来到了39000多口 3万 几乎快4万口的这个空单 那他们就是怕 这个指数 呃 下跌 呃 这个呃 期货空单呢 可以呃 赚一些差价来弥补 现货的损失 好 那台积电 目前仍然是在持续在整理 呃 持续在整理 这是呃 这是呃 这是这一段拉回 然后这个目前的特性就是持续整理 那加权指数 仍然是在这个季线跟月线之间整理 那我们说这个 呃 未来呢 呃 月线会扣低指数 所以呃 月线就会往上扬 那就会跟季线形成黄金交叉 呃 末生段行情就会 呃 大步的展开了 那这个跟呃 2021年的5月17号那边很像 呃 低点以后 然后来了季线整理一下 结果就展开呃 正式的末生段行情 那贵盘指数 目前也是持续呈现横向整理 好 那这边我们就不讲了 这个呃 出生祖生末生段啊 好 这个也是一样啊 台生台积电啊 呃 进入末生段以后呢 呢 横向整理居多啊 那大盘 呃 是高低价差的 呃 震荡上上下下啊 那这时候呢 很多这个呃 比较以前 名不见经传 没有看过的股票 腰股呢 群魔乱舞啊 这个是 第四阶 呃 这个是陌生段的特色啊 啊 半导体先进制成啊啊 啊 今天天宏表现的 非常非常的强啊 那我们前几天跟大家讲啊 他在在在这边盘整啊 所以天宏 他今天拉出了长宏 盘中甚至呢 来到了掌停板啊 掌停板 他是这个金贝供电的这个呃 这个概念股 甚至呢 他也是这个呃 呃 那个面板级散出型封装的这个概念股 那他的这个呃 开发的这个LD设备呢 是非常非常强的这个技术 本土开发出来的时候 所以他的技术非常强啊 所以呃 技术强 然后呃 半导体 呃 下礼拜半导体展嘛 国际一般国际半导体展 他会随着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持续成长 天宏应该他的这个营收也会持续成长啊 那惠特 他现在呃 我们在这个财经急诊室啊 呃 这个CPU概念股啊 他是CPU概念股 也是CPU概念股啊 所以他的这个题材蛮多的啊 那经过这个箱形整理以后 今天突破了箱形整理啊 盘中甚至来到了这个涨停板 好 所以现在的他发动起来的话呢 那可能就是还没结束啊 突破箱形整理 那应该就是还可以继续有机会持续在往上攻 那有一颗今天稍微拉回 拉回 那他他昨天创新高 今天拉回 再整理一下啊 好 君豪呢 我们说昨天拉出一个很长的上影线 所以未来呢 他要整理5到8天啊 好 滑井店 那今天也是拉回啊 拉回那 所以有可能他未来的话呢 就是在300块到200块这个之间的相形整理 持续整理啊 好 那建村啊 今天是开高 走低啊 那拉了一根长黑线啊 所以这个代表呢 他之前的强势 目前要陷入整理啊 目前整理 整理可能要整理5到8天啊 好 那达兴材料今天也是表现相当不错啊 那今天又继续 呃 涨了3%多啊 持续在往上攻啊 所以他突破了这个箱形整理 持续在往上攻 所以有希望来克服 呃这个186这个这个高点啊 啊 那我们再看啊 光阳科今天是这个啊 他他在这边整理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今天呃 是拉出了这个中红 而且量放大啊 表示呢 非常有希望啊 那这个这个呃 光阳科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干领骨呢 呃 因为他是呃真空见度 呃把财啊 呃 监督把财的这个领导厂商嘛 啊 那下个礼拜要这个半导体展啊 那目前他的股价呢 在半导体的这个设备当中呢 算是较低的啊 所以这只可以留意啊 好 机器人概念股 台湾金锐今天非常非常强啊 又拉出了这个涨停板啊 这个他是呃 机器人概念股的这个股王啊 因为上半年获利很好 8.2元啊 所以呃 现在呢 又持续涨啊 所以他突破了这个420元 420元以后呢 呃 持续的再往上攻啊 那因为他到目前为止呢 他的本益比仍然不算高啊 所以呃 这个这个股价呢 还没有结束啊 因为他量也控制的蛮好的啊 那侨服呃 这个今天拉出一个这个呃 长黑啊 那我们昨天讲了 因为他这个开高走低嘛 所以今天拉出长黑 那就确定呃 未来呢 要整理5到8天 呃 高峰跟侨服的这个走势非常像哦 那也是一样 要整理5到8天 呃 荣泽科呢 今天稍微拉回啊 那就是他未来可能在78块 到72块 持续做相形整理啊 那短线强势股 这个呃 还没加入我们YT的啊 请赶快加入啊 那自身科 今天表现的非常强啊 那盘中呃 甚至来到了126啊 那收盘的时候呃 大涨了 大涨了这个6.5%左右啊 那他突破了这个短期的这个高点啊 这个呃 表现的非常非常强啊 好 那神盾啊 呃 呃 这个昨天守住了240 40的低点啊 那只要未来呢 240还可以持续守住的话呢 未来啊 就是有希望 他们神盾集团走出自己的路啊 好 华信光啊 今天还在这个横向整理啊 他已经横向整理 整理了这个8天了啊 那很有可能整理结束以后呢 他就直接往上攻啊 攻克这个 呃 季线的这个压力啊 因为他上半年的这个营收 盈余表现都相当的强啊 所以非常有希望持续在往上攻啊 那永光呃 呃 昨天创新高以后呢 今天拉回整理啊 那这个 他的股价呢 呃 今天拉回整理啊 那只要 这个下礼拜一 没有再继续的这个中长黑下来的话呢 他仍然有这个机会持续走高啊 因为他已经有这个呃 面板级散出型封装的这个概念 骨啊 还有碳化系基板 研磨液的这个概念啊 那这个都是他体裁啊 好 那 那陈宏呢 今天呃 表现相当的不错啊 今天仍然是持续缓缓的小涨啊 那每天每天的小涨啊 那这个每天每天小涨啊 只要他克服46块的时候呢 那就有可能形成比较快速的上涨啊 好 那这个是陈宏啊 那泰福呢 今天拉回来啊 那就是他是未来这个CDMO 这委托开发制造服务 把跟宝瑞集团里面的这个CDMO的这个服务厂商啊 所以未来的股价有宝瑞加持呢 就是不会寂寞啊 那环达啊 今天稍微拉回啊 那因为他是这个AI的这个散热的这个概念股啊 那这个表现的目前突破了这个箱形整理啊 那稍微拉回 那仍然有机会持续测试前面的高点啊 那连测今天表现非常强啊 那今天这个盘中 嗯 呃 再稍微整理一下啊 呃 然后就尾盘的时候拉上这个掌停板 突破了前波的高点啊 这个形成了这个上升三角形的突破啊 那他的这个他有的他的题材呢就是呃这个PCB的这个外观检测还有现在跨入半导体外观的这个检测 他有这个坚强的这个机器视觉的软硬体的能力啊 所以他一方面又属于半导体股方面又属于这个机器人这个股票啊 那所以题材蛮多的啊 那突破上升三角形以后呢 那呃呃因为前一波这个这一波呢非常非常强啊 那呃呃呃往上拉以后呢 现在整理整理完毕以后 应该又有这个高价可以持续再往上攻啊 好 那巨汉啊 今天又小幅的拉回啊 那再整理一下 仍然有高价啊 预保啊 今天是这个收一个是个小黑啊 那仍然有这个高价可以期待啊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蓝蓝贝啊 蓝蓝贝今天我们跟大家讲啊 这个爱姆勒是之前三月多早就推荐给大家过了 因为他从这个五月多一路回党啊 回党然后经过这段时间呢 他已经横向整理了 哇 整理了这个两三个礼拜啊 所以今天拉出的长虹非常漂亮的这个长虹啊 那这个呃 他是这个呃 BMW冰式的散热模组啊 还有英飞林的这个供应商啊 那今天突破了这个横向整理啊 所以应该还有这个呃 这个高价可以期待啊 好 六方科啊 六方科他是 题材蛮多的啊 他有散热半导体无人机工业自动化 这些都是他提材 目前是突破这个 这个相形整理啊 跳空突破相形整理 那他的上半年获利也很好啊 五块钱 然后跟去年同期比起来呢 是三绿三升啊 所以六方科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自身科啊 他是同一个集团的啊 那这个呃 表现相当强啊 那今天一路跳空啊 那持续走高啊 所以这个股价因为他的呃上半年获利很好 所以本益不高啊 本益比不高 本益比不高的话呢 他就有希望在持续上工啊 好 选择好股票特别进场的时机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啊 还 还有还没有加入我们的单股短波实战班的呢 有兴趣的同学赶快加入我们的这个单股短波实战班啊 那这个是要招收会员的啊 那就是短线操作呃 低进高出锁定有这个题材的这个标股啊 还没有加入我们的LINE AT这个官 各位同学呢 赶快加入我们LINE AT啊 那就可以早一点分享我们的资讯啊 那那个耀尼鼓掌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下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